第二題,乙子多項式 所以你就要幫我給點解消費了 第二題 乙子多項式 fx 他除以 這個 除以x-1 剛好整除 r等於0 那除以這個 x-2 於是r等於2 那麼 我們一個問題,他除以 x-1 x-2 他的於是r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那是怎麼做 所以我就假設 這個x 等於多少 因為他說 他說 被這個整除 那代表他有x-1的因素 對吧 所以可以把它寫成說 寫成這個是q x-3 乘以多少 x-1 x-2 他除以這個 那余數多少 不過呢 他被x-1除的話 是於0 也就是說 後面我可以寫成什麼 本來應該是寫成 ax-b 本來是應該寫這樣子 不然寫這樣子就好了 寫這樣子的話 除以a-2 也就是說我 x-2 得到答案要等於2 就是我帶2 的時候 這個等於0 那就是 2a加b 這要等於2 是不是 對不對 我帶2的話 要等於2 那我帶1的話 要等於0 對吧 那個不用管他 沒有啊 這個你帶2下去就等於0 這個帶2下去就等於0 不是嗎 因為它是上面的式子 所以他 沒有現在的話 現在這個題目 他是問你說 這個式子 除以這個式子 余數 余數多少 他問你說 這個除以他的話 到底余數多少 所以我就f-0 我就把它寫成 除4 乘以3 加於4 不是嗎 對吧 是不是 這個是好像是 那個什麼的 基本定理啊 處法原理 對吧 這個東西是處法基本原理 好 那我現在如果帶1的話 r是等於0 帶1 帶1的時候 這個就等於0 這帶1 這個就等到 a加b 它說整除 整除代表等於0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把這個給算出來 好 把1減的話等於多少 1減 1減的話 叫做 a等於2 是不是 那b的話呢 這等於多少 b的話 b的話就等於-2 是不是 對吧 對吧 所以答案 這個r 這等於多少 x 2x r加m -2 這樣沒問題吧 沒有 好 那我剛剛的話 我猶豫了一下 我本來是要想怎麼寫 我本來是要把這個式子寫成什麼樣子呢 因為他說這個式子 可以被x1整除 那代表這一次式的話可以寫成這樣子 x-1 因為整個的話有公英式x-1 對吧 對吧 所以後面這一項是不是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那寫成這個樣子的話呢 我就第一個就不用帶了 那我只要帶第二個式子就好了 對吧 那第二個式子帶下去的話 這就是帶2 帶2的話呢 就變得到 變成是a 那乘以2-1嘛 那這要等於多少 f2的話要等於多少 f2要等於2嘛 等於2嘛 所以a就直接等於2了 對吧 所以這樣一個式子就出來了 會稍微快一點 對吧 兩題